农历鱼线嫩无刺,经济实惠,很多人都喜欢吃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分享蒜香农历鱼的家常做法 蒜香农浴,滑嫩入味,老少皆宜,下酒又下饭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农历鱼柳一块儿放在水中浸泡化开 然后挤干水分 顺着鱼柳中间这个纹路切成两半 再斜刀片成厚厚的薄片 斜刀法片出的鱼片显得比较大 稍微厚点,半个筷子头的厚度 片好后放入水中清洗一下 去除鱼肉里边的一些异味 然后捞出挤干水分,接下来腌制,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放入5克左右的食盐,料酒稍微多一点,小半勺的清水 然后用手下面盐搅化 再倒入挤干水分的鱼肉,抓拌均匀 抓拌至鱼肉表面起年,看不见汁水 再放入适量的清水,继续抓拌均匀 这个鱼肉要想做出口感好吃 必须要分两到三次加入清水或者是姜葱汁 目的是让鱼肉吸足水分,吃起来口感更嫩 抓拌至鱼肉表面起年,吸足水分 再放入半个鸡蛋清,继续抓拌均匀 增加鱼片的鲜嫩口感 抓匀后放入少许的土豆淀粉,抓拌均匀,锁住水分 像这样腌出的鱼片,口感吃着又滑又嫩 而且成型还好,不易碎 可以看一下这个腌制的效果 压好后,主要是放在保鲜柜 静置20分钟再来做,效果最好 接着准备点青红椒切成丁,搭配颜色 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切入小米辣丁 小葱稍微多一点,切成葱花,增加香味搭配颜色 再准备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用来垫底 仿佛营养还解油腻 这个季节做出选择嫩的黄瓜或者是丝瓜 清洗干净后,切去头尾不要 然后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后,放入一个比较深的盘中垫底 接着把腌好的鱼片一片一片的铺在蔬菜上边 这样受热更均匀成熟块 全部铺好后,再放入蒜蓉酱 不知道蒜蓉酱怎么做的,可以看我前面视频 然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均匀地浇上蒜蓉酱 接着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一个壁纸 再放入装有龙鳞鱼的盘子,盖上锅盖 保持中火,蒸制8分钟 8分钟后,端出盗取多余的蒸汽水不要 另起锅放入适量的葱油 正好在农礼鱼中放入10克左右的蒸鱼此油 然后把盘子像这样转一下,让味道更均匀 再撒上青红椒粒和葱花 再撒上青红椒粒和葱花 加入肉油激发出香味,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蒜香味浓的蒜香浓粒鱼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